我认为 欧盟需要帮助爱尔兰实现与PTF之间的合作 帮助爱尔兰进行相关的操作 这有利于让欧盟更加强大 Tierry 欢迎回到日内瓦演播室 很高兴再次看见你 今天我们将要来谈论的是天然气市场 特别是爱尔兰 那么你认为 英国退欧会对爱尔兰的天然气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希勒斯塔 感谢你的再次邀请 你说的完全正确 因为还有几天 英国就要触发第50项条款了 关于爱尔兰的看法相当的简单 人们正在像往常一样思考 事情没有出现任何的变化 在未来 爱尔兰还是会坚持现有的政策 而接下来 爱尔兰天然气交易枢纽 IBP将会被连接到 英国的天然气交易枢纽 NBP 那么你可以详细地说一下 有关于爱尔兰的情况吗 好的 我们认为对于爱尔兰来说 刚刚说到的是最佳选择 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 这些选项是有利于爱尔兰的资金分配的 其中一个代替IBP和NBP相连的方案就是 将IBP连接到TTF 也就是荷兰天然气交易中心 为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 首先荷兰天然气交易中心 是欧洲流动性最大的交易中心 其次 TTF是用欧元定价的 NBP是用英镑来定价 我提醒一下 爱尔兰属于欧元区经济体 所以理论上是这样的 实际上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 意味着 IBP相当于TTF 然后加上溢价的部分 因为这样 你必须迫使天然气从英国境内通过 你可以从地图上进行查看 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选择 其中一个是 爱尔兰公用事业公司 可以尝试 从挪威直接购买天然气 使用所谓的过境运输 在符合能源宪章规定的情况下 通过与苏格兰 英国进行中转讨论 爱尔兰民众可以说 我们想要在荷兰天然气交易中心购买天然气 挪威应该允许 然后针对由谁来支付中转费用 会进行一些谈判 好的 那么英国 欧盟还有挪威会怎么做呢 回到我刚刚提到的中转费上来 从英国或者挪威中转 爱尔兰都需要支付中转费 对挪威而言 市场可以分为两段 我的意思是 其中一段可以像英国一样 天然气的定价和购买都使用英镑 其他的分为欧盟市场 用欧元来进行定价 所以可能会获得一些优势 就算英国退出欧盟的话 也没有论据表明 挪威不可以分割市场 所以说这是挪威的优势 对于英国来说 我认为可以使用中转 我们也提到了 如果他们想要继续 从其他生产商那里购买天然气 并且继续通过欧盟中转 将会变得很困难 最后对于欧洲来说 我们刚刚经历了欧盟的生日 欧盟60岁的生日 我们需要关注爱尔兰的发展 才能够知道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爱尔兰能和欧盟扯上关系 完全是英国的功劳 我们可能会在英国的中部 看到第三个国家 欧盟需要帮助爱尔兰 实现与PTF之间的合作 帮助爱尔兰进行相关的操作 这有利于让欧盟更加强大 好的 蒂埃里 感谢你通过Skype与我们连线 讨论了天然气市场的情况 好的 感谢你的邀请 希勒斯塔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访谈节目 前往杜高斯贝电视网站 了解更多吧 就好看